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厚度很厚 达到了50到1米的厚度 但这个材料的用量越大的话 对我们这个辐射值它就会越高 对实验会产生不低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实验室内部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个原始的洞壁上 用最少的材料来形成这个防水移动层 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对这个材料的选择 和这个施工的控制要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石层结构的话 我们是总共分成了三个大的结构层 第一个结构层是防排水层 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把水排出去 和一致东气的一个渗速 第二个结构层的话是我们保护层 主要通过钢筋混凝土 对这个防排水层进行保护 同时为我们最后的这个装饰层 提供一个机面 达到整个实验室环境的颗粒可控 能够有一定的捷径效果 字幕志愿之间 内容 内容 解说 感谢观看